近来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花林地区有一些部落长者反应 虽然吃的都是蔬菜居多 但也担心会用到劣质油品 这波使用油品危机 让食物源头管控受到重视 也让大众更想要知道 餐桌上吃到的食物是否安全 而原住民族地区多半为小农 强调无毒的花莲 吉安乡农民种植的蔬菜 大多以农蓄菜为大宗产地 强调没有农药 从97年开始推广无毒农业的原住民产销班 成绩非常亮眼 提供消费者新鲜安全安心 聚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农民直销站推广地产递销 希望可以减少中间流通成本 花莲多年来推广无毒产业 也因为接连几波食安危机 也让对环境友善看得到食物来源 种植方式的各地小农价值 让大家更愿意花钱买他们的产品 换取餐桌上的健康食物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